正文预览 这天,我下课回到家 家里多了一个陌生人 他长得瘦骨凌寻的 一看,就营养不良 不仅如此,他胆子很小 看见我,就往我妈的背后缩 我妈看着我,尴尬地介绍了一下 这是张荣荣 我点头,走到她的面前 伸出一只手 以我自以为最有好的态度 亮开八个牙齿 你好,我是王小鱼 灯光之下 女孩磨磨蹭蹭 探出半个脑袋 正当我以为她想说什么 或者是,防备地看着我 把我推开的时候 她一双湿漉漉的大眼睛看着我 又看了看我的手 轻声喊 你,你好,怪可爱的 握不握手,好像也不重要了 我从小就是个射牛 压根不怕尴尬 拍了拍手 就把王女士锁起来的零食翻了出来 抱到张荣荣面前 张荣荣受宠若惊地看着我 连连摆手 我不爱吃这些 也是因为这样 我看见她掌心磨出来的厚厚茧子 和皮肤开裂的痕迹 下意识的 我的老毛病犯了 转过身去 就想从放在沙发上的书包 掏护手霜 给她涂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动作有奇异 下一刻 张荣荣书地脸色变得不好看 她转过身 蜷缩起来 双手捂着耳朵 嘴里喃喃自语着 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我会听话的 二 通过父母的嘴 我了解到 张荣荣之前吃了多少的苦 五岁起 就要帮家里做事 七岁开始 就是非打吉骂 还要遭受非人的折磨 砍柴 烧水 喂猪 和做饭等等一切事情都是她做的 我都不敢想 一个五岁的小孩上灶台做饭 是什么样子的 要是一不小心 那口大锅就能把她煮了 难怪张荣荣看见我的动作会那么害怕 她可能以为 我要打她 我双手颤抖 紧紧握成了拳 可我也无法否认 这一切是我带来的 我闭了闭眼 郑重 朝着父母九十度低头道歉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我妈乌叶着把我扶起来 没事 没事的 乖孩子 父亲则是一脸沧桑 她欲言又止 看向我 荣荣生日那天 我们会正式对外界宣告荣荣的存在 我点了头 这是应该的 毕竟受了这么大的苦 也应该恢复自己的身份 而且 如果我是张荣荣 我肯定无法原谅那个和自己交换身份 人生的人 一定恨不得把对方赶出家门 所以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主动地说 爸妈 要不然 我还是从这个家搬出去吧 母亲有点犹豫 可她的思维和我是一样的 她也怕张荣荣借怀 我安抚的朝母亲笑了笑 抬眼对上父亲的双眼 她看上去很严肃 你考虑好了 我再次点了头 却没想到偷偷在门外偷窥的身影出了声 不要 三 到一晚睡觉的时候 我还是失眠了 不是因为其他 也不是责怪张荣荣的来到 会打乱我的生活 颠倒我的人生 而是一种对未来的惶恐感 对张荣荣的五味杂陈 她这个小包子 居然会主动说话 让我这个窃取她人生的小偷留了下来 父母很犹豫 我也是 因为我很清楚 我不一定能保证自己心态的平衡 可是把利益关系解释清楚后 小包子还是很坚持 甚至抱上了我的大腿 就是她的力气有点大 差点给我腿抱舌了 我好不容易把腿解救出来 揉了两把 就听见荣荣在那一本正经的跟父母说道 如果你们赶她走 就相当于把我赶走了 彼时的我 到最后把我送进卧室时 她还恋恋不舍的 朝我们了两口 想到这里 我心头一阵发软 和着眼 就准备进去梦乡里 而下一刻 一个冰冷而机械的声音响彻在整个房间里 错误 错误 假千金命运改变 错误 二 四 假千金 是在指我吗 毕竟 张荣荣才是父母有血缘关系的女儿 假如她是真千金的话 假千金确实是我 我揭开被子下了床 小心翼搜寻着这个声音的来源 有远至近 越来越近 而我距离荣荣的房间更近了 那个声音就是从荣荣的房间里传出来的 我屏住呼吸 打开门 小公主装饰的房间里 一个亮着大灯泡的玩意正静静飘在空中 我不知道我花费了多大的力气 硬生生将喉头里的那声尖叫吞了下去 那个光球仿佛看见了我 但听不见我的声音 它对到我的脸上 刚才那机械声音再次灌入我的耳膜 错误 错误 假千金觉醒 系统错误 我没忍住 一个巴掌挥过去 快滚 别打扰我妹妹睡觉 光球被打得滚了360度 好一会 才在空中停下来 震惊地看着我 与此同时 刚刚的警报声变得更加尖锐 更加刺耳 想撤在我的耳边 像是要把我的耳膜刺破 这种声音会把荣荣吵醒 于是 我咬着牙 再丢了本书过去 滚 六 书没打中光球 但她重重落地的声音 把荣荣吵醒了 她的声音从身后传了过来 姐姐 我僵硬了一下 缓缓扭过头去 荣荣 不好意思啊 我把你吵醒了 张荣荣迈着小腿 走到我面前 我们分明是同一天出生 可她因为营养不良 挨我太多 身形也消瘦很多 远远看去 就是个初三的学生 也是这个时候 我下定决心 一定要好好保护她 不给任何人都有欺负她的机会 荣荣揉着眼皮子 疑惑地问我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我摇摇头 伸出手 把她抱上床 没事 是我有点怕黑 想跟你一起睡 荣荣漠然笑了 仿佛不相信我这么大的人会怕黑 但即便如此 她还是伸着手 拍着我的背 像一个老成的人安抚着我 姐姐不怕 荣荣陪着你睡 我鼻尖一酸 伸手还住了她 拍着她的肩 荣荣也不怕 姐姐帮你赶走坏人 睡吧 张荣荣天天抱着我 使劲往我怀里蹭 好 一起睡觉吧 我盯着她和尚的眼睛 擦了擦 鼻尖不存在的鼻血 妹妹真好 真可爱 六 隔天一早 我下意识往床边摸了摸 空的 人呢 我吓得立刻睁开了眼 连忙从床上跑下去 寻遍了二楼 没人 再往一楼去找 荣荣手握着锅铲 回头惊讶地看着我 姐姐 我松了一口气 赶紧拽住她的手 你怎么不多睡会 荣荣朝我笑了笑 轻声细语朝我解释的原因 虽然我们跟她说 什么都不用做 什么都不用担心 但是她还是很担心 也很不习惯 就想趁着这个早上 给我们准备早餐 感谢我们 把她从那个家庭解救出来 我静默了片刻 抬手揉乱她的头发 在她的小声抱怨下 我严肃了一张脸 小孩子要多睡会 才能长高 荣荣懵懂着一张脸 把清汤面端了过来 我跟在她身后 拿了两个小碗 一人一份 当我刚打算吃的时候 光球又出现在了荣荣的头顶 她漂浮着 触手从光球伸了出来 像是要伸入她的身体里 我下意识拽住了荣荣 把她往身后一拉 低吼道 你想干什么 光球转了过来 看着我 她分明没有脸 却让我无端地感受到了被藐视的感觉 指尖扣紧掌心 我冷静了下来 对着她开口道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光球歪了歪头 将命运败回正轨 三七 按照光球所说的 这是一本真假千金的言情小说 张荣荣就是真假千金里的真千金 也是是小说的主人公 而我是个什么身份 就不用再重复了 最主要的是 我要扛起恶毒女配的大旗 使劲欺负张荣荣 让她一生不堪度过后 重生归来 再打脸逆袭 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人上人 那个光球里的触手 就是让那个一辈子不幸福的张荣荣回来的一种戒指 怎么说呢 就离谱 我警惕盯着眼前的光球 把荣荣又往自己身后藏了藏 我不可能让我的妹妹变成另外一个人 你死心吧 光球不理解 她绕过我 想飞到荣荣的面前 我紧绷着神经 趁她过来的时候 转身换方向 让荣荣一直藏在我的身后 她见这个方法没用 脸几乎要对到我的脸上 即使没有脸 我都能感觉到她态度之诚恳 只有回来的那个人才是张荣荣 而这个 只是她的一个载体 难道你不想见到你真的妹妹吗 不想好好宠爱她吗 可这是完完全全的误导 我没听进去 感受到背后眼泪泡湿我的衣服 我知道 荣荣听进去了 我回过头 用衣服给她擦着眼泪 荣荣乖 姐姐只有你一个妹妹 她眼泪不断地向下流 伸手紧紧抓住我的衣角 是的 想必谁的人生都不愿意被替代 即使 那个人可能是未来的自己 我回握了她的手 她的小手也紧紧拉着我 看着眼前飘忽不定的光球 我心里其实也没底 但我不能让荣荣看出来 举着锅铲 我掉头冲着光球喊 我的妹妹只有荣荣一个 八 自那天起 光球就没有再出现 可我的心始终悬着 我知道 光球没那么容易放过荣荣 也没那么容易放过我 她要掰正世界的命运 就必须要将荣荣改造成那个众生女的容器 这种事情 我绝对不会让她发生的 所以 我采取了一系列举动 从早到晚跟在荣荣身边 寸步不离 至于夜晚睡觉的时候 我就找了个借口 让她陪我一起睡 日子一长 我妈看我都有点一样了 但这样也是有好处的 比如 荣荣被我仰白了很多 手摸着也没那么粗糙 以及 她现在和我是同班同桌了 能够每天上下进出 荣荣偷笑 姐姐 你看 妈妈都怀疑你是不是哪根筋不对了 还不是为了你 我翻了个白眼 荣荣趁机加了一块可乐鸡翅放进我碗里 眨了眨眼 其实没事的 我觉得她不会来了 我一正 人可能看我反应过于迷糊 她挠了挠头 我也说不准 就是一种直觉吧 顿了顿 她继续说 反正我感觉她短时期不会来找我了 我嗷了声 掉头 我就恶补了各种各样的重生文 从修真的 到古言的 未来星际的 还有什么西方世界的 我都看了不少 那时候看得我头昏脑胀 可我也确定了一件事情 重生是有一个节点的 通常是在女主命运最关键的节点上 四 九 关于这个 我研究了两天两夜 没研究出来 荣荣看着我乌青的黑眼圈 吓了一大跳 急忙上前 晃着我的肩 姐姐 你怎么了 我被她晃得差点吐了 没事 没事 我就是在想 边说 我边用力挣脱开我这位大力妹妹的手 你的重生节点在哪 听到我的话 容容一致 她最近在我的带领下 也补了很多相关的小说 但这玩意 她还真没琢磨出来 因为按照小说的道理来说 她的重生节点 应该在被父母带回家的那一天 可这一天 什么都没发生 甚至 她还跟父母求情 让我留了下来 我和她面面相去 举着言情小说 又琢磨了半小时 琢磨到我妈 喊我们俩吃饭了 也没琢磨出来 我坐到饭桌上 心思还停留在 言情小说的内容上面 我妈吐槽 别梦游了 先吃饭吧 你 我 这真的是亲妈妈 不对 我是她充话费送的 而她现在是容容的亲妈 亲爱的王女士 容容可能看着我哀怨的神色 太明显 急忙转移话题 妈 就别说姐姐了 说说你和爸 今天在忙什么吧 说起这个 我妈那唠叨劲 就止不住了 今天见了一个帅小伙 好家伙 那比小鱼她未婚夫还帅呢 王女士恍然大悟 对了 容容 办生日宴会的时候 我领你去见见小鱼的未婚夫 人可傻了 唯一的优点就是长得还行 电光火时间 我想到了什么 紧跟着 我就和容容对视了一眼 我俩同时出声 生日宴会 未婚夫 王女士奇怪看了我一眼 对啊 上回容容回来的时候 不就跟你说了吗 要给她办一个生日会 给你爸的商业伙伴们介绍一下 我嘴角抽了抽 行 我直接将这件事给忘了 那这样 容容的预感确实是真的 光求近期不会再找她 要出现 也应该是生日宴会的那几天 容容的关注点和我的截然不一样 她拍桌而起 什么未婚夫 我不同意 王女士以为容容心里不平衡 解释了两嘴 容容啊 你听妈妈给你解释 那个未婚夫呢 纯粹是你姐姐的根屁虫 虽然人傻了点 但对你姐姐没话说啊 咱们是本分人 可不能搞换新娘这套 一口说灌下去 她又说 你放心 妈一定找一个比你姐夫机灵的 随即 王女士 挤眉弄眼看着我 手放在背后 比了一个五字 我知道她的意思 是给我这个月卡上多达五万块 给的太多了 直接翻了一倍 所以 我就直接屈服了 但容容压根不听我妈话的大饼 直接蹦下椅子 抱着我的腰 义正言辞对着我妈说 姐姐是我的 谁都不许抢 五 我无言 十 容容小朋友脾气上来了 都不用我贴着她睡 当夜 就抱着被褥 来了我的房间 美名其约 拉近姐妹关系 我看着她熟睡的小脸蛋 欲言又止 伸手垫垫背脚 再把灯关上 我卷着被褥和她一起睡了 睡之前 我迷迷糊糊觉得我忘了什么 但至于是忘了什么呢 我自己也没能想起来 十一 这天 我正在学校门口 等着被开小灶的容容 也是在这个时候 我终于想起来 我忘记了什么 我正在过马路的未婚夫 沈佑 而且这一望 就压根没想起来过 我抿了抿唇 刚想找个借口 把人糊弄过去 沈佑刚到我面前 就迫不及待 冲我开了口 你最近有没有碰见什么奇怪的事情 奇怪的事情 莫名的 我想起了那个光球 但这个是关荣荣的绅士秘密 所以 我摇了摇头 没有 怎么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沈佑原本挺拔的被 就搭了了下去 眉眼也无精打采了起来 她的眼神极其沧桑 语气却很霸总 没什么 但你要知道 我永远是站在你这边的 我 为了两家的情谊 我还是好心提醒了她 你是不是最近言情小说看多了 别看那玩意 你才看多了言情小说 你全家都看多了 她说完 转身就走了 像是受不住这种羞辱 我莫名其妙 刚想抬脚追上去解释 但身后的呼唤让我停住了脚步 姐姐 你要去哪 我扭过头 看像背着书包的荣荣 步履顺势往后倒退了两步 我退到她身边 牵起手 哪也没去 等你放学呢 荣荣紧绷的脸色松了些 坐上车后 我才知道她要说什么 她附在我的耳朵 小声道 姐姐 你是有未婚夫的人 不能红杏出墙 我 谁告诉她这些的 要是让我逮到 一定把那些人的屁股都给抽走 等等 不对 荣荣不是很讨厌我那个传说中的未婚夫吗 她怎么会突然帮我的未婚夫讲话 他们俩是怎么认识上的 十二 可是我通过很多天的观察和试探 我发现 荣荣并不知道我未婚夫的长相 但 有一个事实让我震惊 那就是荣荣上网的时间成倍的增加 不仅如此 她还会捧着手机傻笑 这下 我顾不得探寻未婚夫和荣荣认识的事情了 我要在荣荣爱情的小火苗 没出生之前 狠狠将她掐断 对此 我找上了我妈 我妈听我说完 一脸不可思议 不会吧 荣荣那么乖的孩子也会网恋 我沉重点了点头 现在网上的套路太多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妈 我妈和我对视了一眼 她擦了擦手上的水 慎重对着我说 也是 那我去问问她 我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荣荣会被骗了 有这么一个老实的妈 她被骗 好像也不奇怪了 费了好大力气 我才把我妈这个想法打消 为此 我还特意将她安在沙发上 我语气坚定 妈 小女生都是有隐私的 贸贸然上去问 她要是因为不好意思隐瞒了 怎么办 也是 那妈听你的 你说怎么办 眼珠子咕噜一转 我低着头 对我妈说起计划来 夜晚临睡前 我妈推门而入 她坐在窗边 抹着泪 荣荣啊 小鱼啊 妈这心里苦 我不说话 荣荣则是一脸猛 她求助地看向我 发现我不为所动后 笨拙又认真地安慰起我妈来 怎么了 妈妈 是和爸爸吵架了吗 我妈乌夜地点了点头 哭得更大声了 到后面 怎么说 也要跟我们一起睡 可这张床虽然大 但面对三个女人 还是挤不开身 太小了 于是 善解人意的荣荣 踏入我的圈套 我妈带着荣荣 睡上主卧 而被迫背锅的老父亲 在深夜熬了一声 被迫滚去书房 趁此 我锁好门 打开荣荣 放在枕头下的手机 心里默念着 自己只是因为担心 荣荣走上歪路 才做的这一切 随后 我就点进了QQ的聊天界面 荣荣的置顶 是一个黑白头的男生 我心下冷笑 小样 让我发现你了吧 看看我怎么教训你 这个敢骗我妹妹网恋的人 六 十三 当我越往下看 越觉得不对劲 因为他们俩的聊天 出现的最多的名字 居然是我的 而且他们俩多的是 围绕着我的小学机吵架 我一脸猛逼 而我妈将荣荣哄睡后 捏手捏脚打开门 低声问着我 怎么样 发现什么了 我下意识把手机藏了起来 我们都猜错了 我妈脸上一松 嘀咕着 我就知道 那小妮子怎么可能网恋 行了 你好好休息 我僵硬着一张脸 跟我妈挥手拜拜 随后我就拿出了我自己的手机 登上八百年不用的QQ 对比上那个头像的QQ号 很好 我知道是谁了 第二天中午 我就去赌了沈佑 沈佑看着我的第一反应 是往后退 我两步做一步 挡在他面前 跑什么 沈少爷 听到这个称呼 沈佑更惶恐了 他知道 我只有非常生气的情况下 才会喊这个称呼 沈佑哆嗦出声 我最近没惹你生气吧 确实没 我活动了一下手指 步步靠近他 但你最近和我妹聊得挺欢啊 沈少爷 要不是你都不来见我了 我会去找你妹吗 他说 与此同时 哀怨的小眼神还往我脸上瞥 不仅如此 他还打开了聊天记录 言辞凿凿 你看看 你妹是怎么炫耀你的 而我呢 身为你的未婚夫 平常见不到你 还要被你妹炫耀一脸 这话说的 好像我是个喜心厌旧的渣女 我一时雨色 抓着这个机会 沈佑开始反攻 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也不知道我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十四 我疑惑的目光看向他 他能发生什么事情 不就是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吗 还是说 在自己不知道的这段时间 他对荣荣一见钟情了 然后要找家里人 更改婚约 或者是 走强取豪夺 想到这里 我不禁兴奋了点 搓着小手 你发生什么事情了 说说看 沈佑太了解我的脾性了 基本上 我一个动作 他就明白了了 所以 他冷冷道 放心吧 我没有一情别恋 也没有喜欢上你的妹妹 我呜了声 对他接下来说的话 丧失了一半的兴趣 他看着我 叹了口气 接着往下说 最近我老在梦里 看见一个光球 他说 我是这个世界的男主角 这个话术 怎么那么耳熟 我打起了几分精神 沈佑继续说 他还说 你妹是这个世界的女主角 而你是恶毒女配 他说你已经觉醒了 说你不服从命运的安排 之后我们的人生 都会因为你变得不幸 半岔不岔的 我都能脑补出那个光球的话了 接着沈佑的话查 我说 所以 他让你这个未来的霸总男主 来除掉我 是不是 沈佑点了点头 但我接下来的话 将他的脸都气绿了 你这么个不聪明的样子 怎么能当上男主的 七 十五 沈佑和我争论了半天 发现争不过我 干脆用光球说过的话 来吸引我的注意力 我听了一半 发现确定了一件事 光球确实是学聪明了 居然想着女主接触不到 就想利用未来霸总的力量 来把我这个反骨仔给解决掉 可惜 他看上的这个未来霸总也不太聪明 对着我这个反骨仔 直接合盘拖出了他的计划 沈佑的话 让我觉得我之前想的没错 生日宴会的当天 就是荣荣重生回来的节点 只要在那一天 不让光球的触手碰到荣荣 那我妹妹的身体也就不会变成那个荣荣回来的容器 而我也不会失去她 十六 时间转眼就到了生日宴会的前一天 荣荣和我正在试礼服 我选了一件过分扎眼的大红色 而荣荣看着我的选项 直接去拿了一件同款的素白 玫瑰花瓣顺着裙摆层层绽开 我摸了摸荣荣纤细腰之上的肉 总算有点满意了 没办法 谁让荣荣到家里的时候 瘦得跟竹竿似的 现在终于长了一点肉 我看着荣荣 一个没忍住 又伸手摸了摸她的脑袋 发型师做好的头发 我一时手欠 直接被揉成了一个鸡窝 我咳嗽了声 试图给她扒拉回来 但越扒拉越丑 丑得我都沉默了 荣荣称怪瞧了我一眼 轻轻拍开我手 姐姐 我 嗯 要不然我们再找发型师弄一下吧 不用 荣荣摇头 妈看见了 会骂你的 随即 她对着镜子 自己倒过了起来 不得不说 荣荣真的是世界的天命女主 自己随手里的发型 都比造型师好看 我捏了捏她的脸 义正言辞叮嘱到 明天一定要跟好姐姐 知不知道 荣荣笑得无奈 我知道了 姐姐 你都叮嘱好多遍了 我挪挪嘴 这不是担心你吗 要不是因为那个大坏蛋光球 我也没必要让荣荣 荣荣一直跟着我 那多麻烦啊 连酒都不能偷偷喝了 十七 话是这么说 我还是在生日宴会上 浅尝到了一点香槟 荣荣一直跟在我身后 一双形似小狗的眼睛 湿漉漉的看着我 她点着脚 趴在我的耳侧 姐姐 不能喝了 我 小声嘟囔了一声 烦人惊 还是乖乖放下了手中的酒杯 喝酒误事 而接下来的事情 可不能出了差错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攥着荣荣的手 带着她一步步上了楼 王女士惊讶地看着我们 你们去哪 我听着荣荣笑答 沈又在二流等我们 我陪姐姐去看看 哦 那去吧 王女士点了点头 我不由地把荣荣的手 攥得更紧点 我说 荣荣 要不然你还是下去陪妈妈吧 我一个人过去 当初沈又和盘拖出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一个计划 让沈又稳住光球 在生日宴会那天 把她带上楼 然后 由我来解决她 至于我为什么有这个自信 是因为那天夜里的时候 我清楚感觉到 我手上丢出的东西 对光球有致命的伤害力 不然她也没必要躲我那本书了 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我的贴心小棉袄拒绝了我 姐姐 不可以一个人面对危险 何况 还有沈又是不是 她一个男孩子 总能保护好我们的 目光惊讶地扫过荣荣 她是对沈又有了什么自信 居然会觉得那个小若姬能够保护我们俩 我叹了口气 说 反正不管怎么样 到时候你要是看见光球就跑 明白了吗 荣荣重重摁了声 随即 我拿着楼梯口的扫帚 和荣荣一前一后走上长廊 长廊很静 静得隔着一道门 我都能听见沈又的声音 荣荣扯了车我的衣角 问 沈又她没问题吧 至少撑到我们过去 是没问题 我说 8 18 推开门 就是沈又身着西装 和窗户边光球隐隐对峙的模样 我伸出手 把沈又和荣荣揽在身后 双眼紧紧盯着光球 问 宴会马上就要结束了 你的荣荣也不会回来了 光球气急了 上下跳动一下 随即开了口 你知道什么 王小鱼 随即 她开始像个巨瓦的灯泡一样 发亮 再发亮 光芒刺激的我几乎睁不开眼 我下意识一个转身 就紧紧把荣荣抱进怀里 把她往门口塞 要是我打不过这个狗比玩意 还能给荣荣争取点逃跑的时间 我取回门口的扫帚 声嘶力竭地对着身后的光球喊 你又知道什么 光球 荣荣是个活生生的人 不是一个屈窍 她凭什么要为别人不幸福的未来买单 身下 我能清晰感觉到荣荣还着我的小手更紧了 心口分泌出密密麻麻的冷 我转过身 冷力地说道 就算你要你的荣荣回来 你也应该问问她 问问荣荣的意见 问问他们愿不愿意 随即 我举起扫帚 直接丢了过去 光球没动 硬生生受了这一击 可她纹丝不动 连壳都没裂开一条缝 我明白了 只用我自己触碰到她 但其余的 对她一点用都没有 光球静静漂浮在空中 而我低下头 对比了一下我俩的距离 太高了 我压根碰不到她 很明显 她也是这么想的 往下飘了点 对着我说 你压根不知道什么是命运 也不知道命运被改变后 会带来什么代价 她又说 如果蓉蓉不回来 那么整个世界都会为了她而陪葬 我震惊了 这是什么的中二发言 怎么可能就因为那个蓉蓉不回来 而导致这个世界的人全部死亡 可光球已经没有回我了 她的身形里 PO出无数个透明触手 在这个房间里 密密麻麻地延伸着 下一刻 就要把蓉蓉裹了进去 我眼急手快 伸手一推 蓉蓉被我推出了门外 她似乎猛了 然后 想到我们俩的计划 就飞速往外跑 脚步声回响在长廊里 我关上门 费劲地喘息着 这样 你就抓不到蓉蓉了吧 光球没说话 但我从她的目光里 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怜悯 她笑了 你要是真的不想那个蓉蓉回来 还有一个办法 十九 蓉蓉把大人喊进这个房间时 我正在和沈佑玩某著名的mobile手游 她眨了眨眼 看着我 一脸猛圈 她喊了声 姐姐 我硬着 顺手把这个满脸泪痕的小棉袄 抱进怀里 把父母搪塞完后 又顺手把晕了的沈佑丢给了他们 而后 我就懒了 直接在晚宴宣布身份后 直接开溜 只是蓉蓉这个小年人精 一直跟着我 当我的小尾巴 父母头痛得厉害 可是 熬不过我们俩 只能认着我们去了 我随手捏捏她的掌心 问她 怎么了 看见我就哭 我以为 我以为 她说不出口了 我笑着拍了拍她的尖头 我知道她在说什么 她以为那个光球会伤害我 但事实上 她没有 不仅如此 她还给了我一个小礼物 我捧起蓉蓉的脸 顶了顶她的鼻尖 放心吧 她以后不会来找你了 蓉蓉愣了愣 为什么 我笑了下 回问道 为什么呢 要不然你改天替姐姐问问那个光球 二十 事实上 哪有这么简单 小说的结局是必定的 决定好的 她要求张蓉蓉必须要幸福 无论是哪一个蓉蓉 都只能走向这个结局 否则 这个世界会伴随着张蓉蓉走向不幸的结局的时候 全面崩溃 甚至坍塌 我都费了这么大劲了 怎么可能在这里止步 又怎么可能让蓉蓉步入一个不幸福的结局 我看向光球 喂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让蓉蓉一定能幸福的办法 光球不打反问 作为恶毒女配 你为什么会觉醒 我笑了 当然是因为我也活过一辈子了 光球好像拨开了迷雾 你之所以能碰到我 不受剧情的限制 把这个世界搞得一塌糊涂 是因为 我接上她的话 是因为我也不是原装货 我是另一个世界的王小鱼 在那个世界里 我嚣张跋扈 无恶不作 可那也不是我 我被困于身体里 看着我自己受剧情摆布 做着摆布 伤害父母和妹妹 最后潦倒一生 本来我重生回来 也没想掺和进这些事里来 就想安静静做条咸鱼 即使是被赶走 我也能靠自己活得很好 只是 一切都在蓉蓉抱住我大腿的那个夜里改变了 我微笑着说 只要给蓉蓉一个户短 又霸道 还能宠她的姐姐 她就只会走向最幸福的那个结局吧 但是这样 你就必须抹掉你上一辈子的记忆 人格 光球又说 你不后悔吗 后悔吗 或许的吧 但是再后悔 也没有我的贴心小棉袄重要 我不会后悔的 我问她 只是蓉蓉真的会幸福 会开心吗 光球点头 得到这个答案 我轻松多了 我说 行啊 那就把我抹除掉吧 所以 一个没有我上辈子记忆 人格的王小鱼诞生了 她还记得和光球做斗争的一切 可她再也想不起来 自己其实重生过 只会以为 她是误打误撞 开启了这场奇遇 查看下一章 全部收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误撞